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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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首先講一下什麼叫做症癒教育 如果各位是學電機的話 那就知道電機有一個叫做 Broadband Network Broadband就是我們常常說寬頻 意思是說我們的信號 從低頻率的到高頻率的 那這個它都可以通過 那這個就是好的 比方說各位家裡面 如果有非常好的音響 那你就會發現低音可以通過 高音也可以通過 那這個症癒教育的意思就是 我們把最好的同學當然一定要叫好 可是呢也要把那個功課不好的小孩 把它教好 那麼各位也要知道 我們人絕對不是生而平等的 有些小孩生下來就是學習比較緩慢 很多的原因 不過呢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那我們怎麼樣都能夠幫助它 我成立了這個博弈基金會 那麼我們就有這個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絕對要幫助這個功課不好的 就是在學校裡面呢 它的程度不好的小孩 事實上我們也直收功課不好的 功課好的我們是絕對不收的 但是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那當然第二個條件就是 它的家庭一定要比較窮困 比較弱勢 有些小孩在學習上是比較慢 那我們絕對不能放棄他們 所以第一個特色 我們博弈基金會的特色就是有教無類 那第二個特色就是因才施教 那這個也不是我講出來的 這個也不是我們現在的人講出來的 這是我們國家古老的時候就有人講 那就是孔子所講的 我們要因才施教 你是什麼樣的小孩 我們就教什麼樣的東西 可是現在各位看看我們的小孩子 絕大多數的小孩子 是沒有能夠做到被因才施教的 我們在學校裡面 功課好的聰明的和不聰明的小孩子 是放在一個教室裡頭教 有同一個教材 同一個考試 當然了各位可以想像得到 其實就是要犧牲功課不好的小孩 那我們強調的是因才施教 這完全相反的 所以怎麼叫做因才施教 這個不是呼一個口號就完成的 第一個就是要教材的分級 怎麼叫教材的分級呢 比如說我們的數學 數學 隨便你講數學的哪一個項目 我們隨便舉一個例子 就是一元一次方程式 這一元一次方程式也有簡單的 也有難的題目 大家還記不記得 恐怕有些人都忘掉了 可是我們的想法就很簡單 我們的教材分很多很多的級 這個數學分到一百多級 所以你就一步一步的來 那有的小孩子他就學到前面的 他不會學到後面的 可是至少我們一步一步的來 會比較好 我們這個小朋友 進到國中一年級 馬上就會上這個所謂 一元一次方程式 我們教這個小孩 有的時候發現 這個一元一次方程式 對他們來講都是很困難的 並不是那麼簡單 因此我就回憶 我當年念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時候 有沒有困難 那麼我是在成功中學念的 很早以前 我告訴各位 我現在已經七十七歲 我念的時候才只有十一二歲 六十多年前呢 我們成功中學的學生 是經過考試進去的 所以老師教一元一次方程式 我們全班大概都認為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大家瞭解吧 因為我們經過考試進去 現在你要進國中要不要考試 不要考試 好 這下問題就來了 我們仍然使用當年的教材 我去看過的 有的時候我們可以說 有的時候還比較更加難 這個同一個進度 也就是說前幾個星期教什麼 後幾個星期教什麼 跟我在成功中學是一樣的 可是情況其實是完全變掉了 所以我們註定了一個現象 那就是功課不好的小孩 會完全聽不懂 說實話我們常常看到 有一個學校 三分之一的學生 他的數學永遠在八十分以上 有三分之一的學生 永遠在三十分以下 這個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那當然了你在國中一年級 你就這個樣子 那可以想像的說 二年級也就等於不要念了 二 三 四 什麼他都念不成了 對不對 我要告訴各位 我們共有十八個系統 可以讓你去學 你是什麼樣的學生 你就可以選 對你十一的教材 因為有些學生 他絕對不能選那個難的 那沒有關係 我們有簡單的給你教 你去看左邊數學 大概是十幾級 可是這個是大略的分 十幾級 你把它打開 你把它打開以後 再去看 每一個數學 大概裡面都有六級 一共有多少級 一共有一百多級 裡面有多少個題目 我可以告訴各位 一萬八千個題目給你做 那也就是說 我們的學生呢 他可以從簡單的做 而且他就做那個簡單的 有些學生他就不做難的 那至少各位了解 全域教育就是說 我們至少每一個同學 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識 不要到了後來 才發現他一無所知 那我們用這個方法 這是左邊是數學 英文也是一樣 英文也是十幾級 那這個十幾級 每一個裡面分大概三級 也是五十幾級 你說現在是 那他就點進去以後 有現在是的肯定句 現在是的否定句 現在是的疑問句 各位要知道 這些都不容易的 很多同學 可能到了大學 還搞不清楚 什麼叫做 現在是的疑問句 現在是的肯定句等等 那現在我舉個例來說 這個就是 一圓一次方程式的 一開始的題目 這是最簡單的 那各位想想想看 這個對我們的學生 假如說你是功課 不是那種非常聰明的小孩 這種題目應該是很容易就學會的 對不對 你把這個數字放到右邊去 那麼各位知道 為什麼我要強調這個 因為一共分多少級了 就以一圓一次方程式為例 十幾 沒有一本教科書是這樣子做的 那麼我們是這樣做的 各位了解為什麼吧 就是因為我們的小孩子 並不是那麼非常聰明的 所以我們慢慢地教 其實各位要知道 我們整個國家 需要這種樣子教法的小朋友 是多得不得了的 可惜真正能夠受到這種教育的 只有在我們博業基金會 我再講一次 就是很多同學不會做那個難題 可是有沒有關係 這沒有關係 我們只要保證他能夠學會最基本的 這就是我們的信念 每一個同學都要學到最基本的東西 底下我再給各位講 就是這個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考試要不要分級 那我一再地向政府建議 考試不要考得那麼難 國中考高中 我們是用一個叫做基本學歷測驗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教育部長說 我們要十二年國教 十二年國教就是要減輕學生負擔 這句話大家都記得對不對 馬上教育部長又加一句 要考試 免試 不是真的免試 要考試 考試叫會考 底下加一句話 大家聽到沒有 會考的題目要比較難 那這是什麼原因 大家聽不聽得懂啊 考試我們要十二年國教是為了什麼 為了要減輕學生負擔 就是仍然要考試 考試要考得比較難 那麼考試難到什麼程度呢 我也可以告訴各位 以英文跟數學而言 全國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是不及格的 各位想想看 你做一個老師 你的班上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是不及格的 你該不該檢討啊 應該檢討啊 我要講 因為這是國民的基本的教育 這不是大學 如果你到哈佛大學去 有三分之一的學生不及格 這個 那你活該 誰叫你到我們這個學校來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國民的基本教育 全國有三分之一的學生不及格 大家同不同意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對不對 底下有一個重要的事情 我先告訴各位 我們看這個世界上的考試 有一個叫PISA考數學 數學第一名 全世界喔 全世界第一名是上海 因為中國大陸不願意人去考所有的學生 他說你只准考我們上海 這就是在台灣的話 就是只准考大安區 大家懂不懂啊 那麼結果呢 當然他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新加坡 第三名是香港 可是各位看 前三名都是城市 對不對 他們沒有鄉下的 第四名是我們台灣 我們是鄉下 一概度讓他進去 讓他們抽樣去考 我們是第四名 其實我一再地強調 我們是全世界的第一名 可是我們國家自己辦的考試 三分之一的同學不及格 有很多的國中全部不及格 這個對學生是好還是壞 當然是打擊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國家很喜歡打擊我們的學生 這個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此啊 披薩考試最後有一個 再問一句 你對於數學有沒有信心 我們是全世界的最後一名 美國是先進國家的最後一名 可是再問一句 你對數學有沒有信心 他是全世界的第一名 這當然是不對的 可是我們至少不應該 所以我贊成考試要分歧 有些人要進建宗 所以他一定要被考得非常難 不然的話選不出來 對不對 可是一定要有基本的簡單的考試 可是我們現在不是的 我們現在的考試是相當難的 我們博用基金會就考很多次 第一次非常簡單 第二次難一點 第三次 那有些同學就考到幾幾次 他就不再考下去了 大家了解了吧 可是他已經通過了好幾集了 那對他來講就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比方說這是A卷的題目 X減50等於數 B卷的題目就難一點 C卷的題目就更加難一點 D卷的題目就更加難 就是對所有的學生呢 我們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對他的要求是不一樣的 這個同學他也許非常聰明 我們可以教得難一點 可是他不是聰明的 我們就失可而止就不要再教了 因為我們知道你再教他 他也還是不會的 他只有使得他自己更加完全失去信心 那這是個相當難 這個由老師來決定 我們要不要繼續地教更加難的東西 所以就不要強人所難 那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 也就是我剛才講的因材施教一個重要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這個學生的程度在什麼地方 就是這個學生在現在他已經學到什麼東西了 我們不管其他的同學怎麼樣 我們就管他 因為為什麼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特製化的教育 老師說你是在這個程度我就給你這個練習 你是那個程度我就給你另外一個練習 我常常去看我們有六個學生 有四種不同的練習題 就是因為每一個學生的程度是可以不一樣的 有一個大學生 電機系的大學生 他去找工作 那個工作很簡單 所以那個老闆就跟他講 我只要求你一個 你把A寫到Z 他沒有寫完 我再講一次 大學 電機系的學生 那這個我們要歸咎 絕對不能歸咎於那個大學 也不能歸咎那個高中 甚至於不能歸咎國中 因為A to Z應該是在小學就有學會的 可是我問各位 我們現在有沒有這種管制 你ABC不會 你能不能從小學畢業 我一再的要強調是可以畢業的 國中能不能畢業 可以畢業 高中可不可以畢業 也可以畢業 大學可不可以畢業 也可以畢業 一路沒有品質管制 就是國家要有品質管制 這樣想大家就懂了 假如說你去看我們的一家電子廠 它的品質管制不是到最後才做的 比方說它要做一個chip 它不是到最後才看這個chip能不能用 其實它在這個過程中間 比方說一個半導體的成品 它大概總有兩百多道手術 一步一步地做 那在幾步以後 它就看一下這個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一有問題它就停掉了 它就知道這個再做下去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我們國家是不是要有這種品質管制 就是說你在一年級的時候 你都要學會大概是加法是不是 我猜想 二年級至少要學會減法 所以我們這個品質管制一直沒有做好 我們當然承認我們沒有辦法教得非常厲害 說是可以考上建宗 這個我們做不到 底下 善用電腦技術 每一本書後面都有一個光碟 這些網站 我們有十八個 現在已經不止了 已經二十幾個網站 我們的教材非常的詳細 絕對不是那麼簡單 比方說我們的幾盒 我告訴各位 我們的幾盒一千四百頁 這個是全世界現在唯一的一本書 有這麼詳細的 一千四百頁 很少有這種樣子的東西 我們其實並不要求學生學得非常難 可是我們要求學生每一個最基本的知識 都要學 那也許大家聽不懂我講 什麼叫最基本 那這樣講吧 就是說你的文法不能錯得離譜 那我們很多的同學 其實到了大學 文法還是錯得一塌糊塗 我們重視鼓勵 比方說我們現在這個上面有兩張 這個我證明你學會了什麼東西 一元一字方程式或者是什麼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證明 並不是說你學得非常好 並不是這樣 你是第幾名 我們從來不提這個東西 可是你學會了 比方說負數 大家懂不懂啊 負負的證 證負數 那我們還是給你一個證明 二元一字方程式又給你一個證明 完成式學會了也是一個證明 被動語氣學會 也是一個證明 那這個有個什麼好處呢 就是使得這個學生他就感覺到 咦 你看我又拿到了一個證明 我們沒有說你的功課非常好 我們不講這一套東西 OK 我們重視閱讀 那我們的學生呢 是很認真的要看書的 看相當多的書 而且看很多電影 比方說所有的學生都要看 《亂世佳人》那部電影 所有學生都看過 所有學生都看過一個電影叫做《戰爭與和平》 《羅馬假期》 這個都是要我們的學生看的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特色 重視國際觀的建立 我們有一個國際的新聞網站 各位如果上網就可以看得到 比方說我們的考試有一次 這是文法 那麼我們的國三的學生 平均答錯的題目是兩題 有一個學校錯了十五點三題 一共幾題呢 一共二十題 那你錯了十五點三題啊 其實平均啊 其實就是什麼都不會 大家同不同意啊 有幾題是給你蒙對的 所以我們的結論呢 就是我們的學生中間 有很多的學生程度是非常差的 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現在的教材 也不能算是很難 因為以我當年在成功中學去念的時候 我都一路都念到所謂初中畢業 那時候沒有高中 對不對 都沒有問題 現在各位要知道 我們能不能做得到 所有的學生念到國中畢業 我們教他的東西他都會了 能不能做得到 我希望大家知道 這個是也許對於 有一些城市裡面的小孩 大概可以做得到 可是絕大多數的人 相當多的人 是完全做不到的 所以各位也知道 我們有三分之一的人 教育部說 你的數學不及格 對不對 為什麼呢 我再強調一次 其實是你考得太難 你要求大家都要那個樣子的話 這個實在是過了分 什麼原因會產生這種現象 我可以給各位講 理由非常簡單 我們做決策的人 不知民間疾苦的 就是他不知道 我們鄉下小孩 或者是弱勢的 就是不夠聰明的小孩 其實是沒有那麼大的能力 能夠在三年之內 學這麼多的東西 就是不可能 我們博幼基金會的小孩呢 如果我們不幫助他 那他絕對是非常非常差的 我可以告訴各位 那是非常非常差的 我現在講一個例子 有一所高中 他的學生 連作業員都做不成 作業員就是管一些儀器 他都做不成 他是高中畢業 那他高中畢業以後做什麼 高中畢業以後打零工 我可以告訴各位 我們的學生薪水都很高的 高中或者高職畢業兩萬六 國家平均只有兩萬二 那我們的大學畢業的三萬 整個國家大概是兩萬六 所以我們幫助了我們的社會 使得我們這些小孩子 原來是來自這個所謂 我們叫做弱勢的家庭 或者我們說低收入戶的家庭 可是經過我們的幫忙 他們總算能夠脫離低收入戶 對國家來講 值不值得 是值得的 所以如果各位幫助我們 其實對於整個國家是一個好事 就是下一個一百年 我們還是要從教育做起 使得我們整個國家的水準提高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我們很多的人 即使他是農夫 後來表現得也非常好 為什麼 其實就是因為他的水準提高了 那他完全做出來的東西不一樣 他雖然也是種毛豆 可是這個毛豆是可以運到日本去的 那這個跟你種了一些毛豆 就賣到我們的市場上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幫助我們的弱勢的孩子 使他們絕對不能夠再像他的爸爸媽媽那個樣子 以打零工來過日 國家要做的事情其實是要做好品質管制 大家同不同意啊 就是這樣很簡單 你能做得到的 絕對不是 每一個學生將來都能夠進台大 每一個學生都能夠進建中 這個是毫無道理的一種想法 可是要做的事情就是 每一個同學要有最基本的知識 可是呢 你一定要有品質管制 你如果在高中發現來不及了 國中發現也來不及了 要從小學一年級開始 我可以告訴各位 我們有多少次的情況 到了國中才發現 它的程度只有小學四年級的程度 有些學生到了武專的第四年 應該就等於大學一年級對不對 它的數學只有小學二年級的程度 所以品質管制 你要問我的話 政府應該做什麼 政府應該做好品質管制 就是這樣 非常感激 主辦單位給我這個機會 和各位分享我的想法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